現在呢我們軟體OK 我這邊我們就先稍微收起來 然後呢先從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 那你從左手邊這邊的時候 第一個要先確定開發板 所以我們把開發板的部分把它拉出來 那建議各位呢 因為您剛剛已經有打的那個ID對不對 為了以防防呆裝置 最好點兩架 用摳的 因為不小心還是會摳錯 如果打錯嘛 所以用coder貼過來 這樣是比較安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我們在上面有個LED燈 所以麻煩你找 那您會看到 因為這是比較正式的積木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兩個 有沒有 一個叫做原件模組 一個叫做傳感器 一般來講 我們稍微區分一下 就是原件模組 就是不會回傳樹脂的 像我們LED燈就是有亮跟光 它就不會回傳樹脂 但是比如說像溫室度 RFID 是不是有偵測到 在回傳一個值的 那個我們就稱作傳感器 所以這個 這樣就會比較清楚說 我們要哪一個 所以我們在原件裡面 有沒有看到LED燈 這裡您可以打開 一樣的 我們把這個角位拉出來 那我們剛剛呢 因為實體的嘛 所以比較方便 我是接在13 是接在13這邊 好 現在這裡有了 您就可以來LED燈這邊 告訴它 剛剛一樣的閃爍 對不對 丟進來 那現在我們就真的要實測看看 看看這個燈會不會亮 所以你按一下Play 有沒有這樣就亮起來了 對不對 這種感覺有沒有比虛擬的好一點 虛擬的雖然也有成功嘛 但是實體的真的有亮 感覺是真的不一樣 那現在最單純的這種亮 我們會了之後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這個呢 你看這邊 我們現在這個會了 我們往下走 剛剛我們就是玩這個 對不對 你可以用按或者閃爍都可以 這樣第一個 但是呢 我們希望你可以做更進階一點的 也就是說 我們下次一進去就自動閃 可是你要互動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叫互動區把它打開 好 互動區把它打開呢 我們讓它 如果我如果點了這個燈泡 它這邊就跟著亮 這樣是不是更好一點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來試看看 好不好 那您看我在這裡 呃 從這邊 我到這裡 來 剛剛我們的 在這裡 現在呢 我們就來加上那個互動 互動在哪裡 在上面這裡有一個燒杯 有看到嗎 這個叫網頁互動區 按一下是就跑出來了 那麼你跑出來之後呢 其實它有好幾種互動的方法 有很多種互動的方式 但是呢 您稍微留意一下 除了這裡會有不一樣之外 請看一下我們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多一個類別的機目跑出來了 這裡 這裡的機目會隨著您所選擇的互動方式不同 而所改變 那這裡的機目主要控制哪裡 就是要控制我們互動區的這些內容 也就是控制網頁端的 這樣您了解 了解了齁 所以我們現在要哪一個 我要用燈泡的對不對 選第二個 點擊燈泡 所以我把它換到點擊燈泡 是不是就一個燈泡在這邊了 現在呢我們要一點點互動喔 所以我這個我先丟掉 對了 機目的丟掉有幾種方法 一種最簡單的Delete 第二種被我擋住了 很遠的地方有一個垃圾桶 如果你到垃圾不想走那麼遠 請往左手邊丟也可以 你往左手邊丟一樣會不見 最簡單就按鍵盤上Delete 可以比較快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你看點擊燈泡 我先把它打開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機目叫 點擊燈泡執行什麼事情 第一個 點擊燈泡這裡 對上面這個 你把按的拉出來 把它拉出來 也就是說我按了右手邊這個燈泡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事情 做一件事情 把 我們就用開關的好了 好 就狀態切換就好了 我們有些電燈不是按下去就打開 再按一次就關閉嗎 對不對 我就狀態切換 這叫狀態切換 但是我這邊控制的是誰 是右手邊這個燈泡 LED燈要另外控制 因為它是屬於原件的 所以我再把 找一下 LED燈 我們有沒有一個 也叫做狀態切換 對不對 也有一個叫狀態切換 你也一樣把它丟進來 按著它 丟在它的下面 這樣有沒有進來的 也就是我按著這個燈泡之後 不只是我們的LED燈會亮 這裡的燈也會改變 所以我們Play看看 這裡放大一點 好 按下 有沒有這就亮起來 按下 是不是它要關掉 這樣有沒有成功 有成功嗎 有 有齁 有沒有人要按 要玩比較大的 蛤 玩比較大的 就是玩我手上那個 手上這個 比較大的 對啊 我們手上比較大的 在這邊 好 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裡有比較大的 所以 我這邊 我就換一下 好 現在呢 我就會用手上這個 所以一樣我按一下 填 還沒上來 這樣就夠亮吧 按 所以 按一下 是不是就關 對啊 那這個其實 這種應用 也是在我們生活裡面 也是很常可以用到的 就是我就可以利用 其實我們現在那個什麼 環控就是類似的概念 我們現在學校應該都有環控 對啊 就是一樣的概念 只是說它是比較複雜 要接很多設備 接很多設備 所以 像這種就比較 屬於生活上的應用 就還蠻好玩的 好 一樣的道理 這樣OK嗎 好